曉飛 英文歐錄 那我們今天來講一些新的東西 第一個是有關字圓與字串的部分 那這部分呢 我們今天應該會講掉大概四五張左右 因為東西都很簡單 所以呢我講過去各位就了解了 chapter 對 四五個 chapter 不是四五個 page 其實前面還有一張是 有關於MateLab的各種數值的運算 那一部分因為比較簡單 我也直接跳過去了 這一部分是在 前面還有這一張 就是矩陣的處理與運算 那這個因為我覺得裡面的東西很基本 所以各位同學自己看一下就了解 比如說矩陣的加減乘除啊 它什麼時候 你要indexing 什麼時候要抓哪一個矩陣 哪一個submetrics 這個我們以前都講過 所以這邊呢 我就直接跳過去 各位同學如果覺得不放心 可以看一下投影片 就是看一下我去年上課有錄音錄下來 那基本上那邊很多都講過 譬如說求min 求max 求average 這些都講過 所以這邊我就先跳過去 那我們今天來看第十章 第十章是有關於字元與字串 有關於字元與字串的各位可以想像就是 這邊就是要對文字進行處理 那麼對文字進行處理呢 其實各位以後碰到研究呢 一個最常用到就是 就是在所謂的 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 在自然語言的處理 那要對付的全部都是字 就是說譬如說你要爬網頁 把網頁全部爬下來 那從裡面要搜出你要的資訊出來 這些都跟字元和字串的處理相關 好 那麼字元與字串的處理呢 所有的函數呢都在這下面 你可以在metup下面輸入 help string fun 這個string就指字串一次 funk是指function 或是help strings 就可以得到各式各樣的函數 那我們來看幾個基本的概念 首先來講就是字串呢 是由字元所構成 這個不用講 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在metup裡面 所有的字串呢 都視為一個列項量 它把它設成一個列項量 把它儲存起來 那內部呢 裡面的字元呢 裡面的元素呢 實際上都是一個ASCII碼 用內碼把它儲存起來 那碰到中文字呢 它就用unicode把它儲存起來 所以你看 譬如說這個字串長度是5 實際上就是5個元素的一個向量 那每一個元素呢 內碼就是那個字元所對應的內碼 它顯示出來 只是顯示出來是字元而已 那麼你可以直接把它 我們在定義字串的時候呢 是用單引號 有沒有 單引號來界定字串 像在這裡 我設定說String1等於I lack mainlab 我用單引號把它刮起來 就表示這是一個字串 那String2呢 我就有寫JavaScript和C++ 在這邊有一個空格 這時候呢 因為這兩個 事實上都是一個向量 我可以直接把它並排起來 把它並排起來 當然你這邊要加豆點不加 都無所謂 並排起來就得到String3 I lack mainlab JavaScript C++ 所以從這裡你看起來 它事實上就是一個向量 就直接把它並排起來而已 如果你的字串裡面又有單引號要怎麼辦 單引號要用來界定字串的結束和開始和結束 但是如果裡面這時候又有單引號呢 你單引號會變兩個有沒有 所以把它加兩個進來 你碰到兩個它就知道說 事實上是代表一個單引號 所以這時候這個sandness就變成 這邊只剩下一撇 I have got a date 然後它的長度就等於16 這跟unix裡面不一樣 unix或是JavaScript裡面呢 碰到這種特殊字圓呢 都是用什麼 用反斜線來代表 但是在mainlab裡面呢 它就重複兩遍 那就代表一個single code 那你可以把它轉回內碼 你可以用double 把字串變數全部轉回內碼 那用char CHAR就可以把內碼再轉回字串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有些字串你用double它就轉回內碼 就是你把這個顯示出來 它是一個向量 裡面都是整數 然後每一個元素就是 這邊每一個字圓的內碼 它這樣CHAR再把它轉回來 所以這裡你就可以看出來它的 其實它儲存的內容都是內碼 只是看它要怎麼 要顯示內碼 或是顯示字圓而已 它內部全部都是用內碼來儲存 這邊呢 講得有點複雜一點 簡單來講呢 就是它所有的字圓呢 不管中文或英文呢 每一個字圓在mainlab裡面的字圓 都會吃掉兩個byte 這為什麼很簡單 它為了要容納unicode 所以全部都是兩個byte 不管是中文還是英文 那你可以查看看它怎麼樣佔用記憶體 可以打whose 就可以檢視說 在字串變數裡面佔掉多少個記憶體 那因為它是用兩個位元來儲存一個 一個字圓 中文裡面都是用unicode來儲存 所以你可以很簡單的把中文留下來 就是查它的內碼 如果大於等於128 就表示它是中文 其他的都是英文 或是亂七八糟的亂碼 如果你直接對字串進行數值運算 它就知道說 再過來我要做 譬如說我把字串加1 它會先把它轉成內碼 再進行數值運算 這個也是蠻直覺的 所以它不會 不會flag 不會產生任何的錯誤 它就是你要我做什麼事 你要把這個字串乘以2 那我照樣把你乘以2 但這時候它會轉成內碼 再來做這件事情 不然的話你直接用字串A乘以2 它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就把A轉成內碼 然後再把它乘以2 那我們也可以用evolve evolve就是把字串 當成一個指令來做事 這跟JavaScreen裡面是一模一樣 譬如說這一串東西 你看起來好像很複雜 for i 等於3到6 3456 那我就設定這個字串 你先看這個字串會產生什麼東西 這個字串呢最後就產生 你有沒有這裡 integer to string 就把 i 轉成 string 好嗎 這並排起來 所以呢 當 i 等於3的時候 你就得到它的字串 x3 等於什麼東西呢 等於 這邊也是一樣 把 i 轉成字串是3 然後這個 magic 裡面就是3 等於 magic 3 這是第一個字串 當 i 等於3的時候 當 i 等於4的時候 就變成 x4 等於 magic 4 它的 i 等於5 i 等於6 就一樣一模一樣 所以它是去 evolve 這條字串 就等於說我在命令列 把這一串命令打在命令裡面 它就會產生變數 產生 x3 x4 x5 x6 所以這fold loop 一跑完 你看 發覺 3 4 5 6 這四個變數就跑出來 所以就是把字串當成命令來執行 用的就是 evolve evolve就是 evaluation 的簡寫 就是把字串去求它的值 就直接丟到 command line 裡面去做運算 我想這個應該 還滿直覺的 這邊到這邊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等於說你可以創造變數的意思 你可以在fold loop裡面 創造好幾個不同的變數 但事實上要用到 這種用到的機會其實是不大 但是就讓各位知道它有這樣的用法 所以你要判斷一個變數是不是字串的話 你可以用class或是is char 這個is char這種東西 is empty is numerical is什麼東西 只要is開頭就表示說 判斷給定的變數是不是符合某一個規範 譬如說你在這裡 你說 Chinese等於金日式金日式P 那class Chinese r1它就會出現 char代表這個Chinese是一個字串變數 那你把它加1 我剛剛講過 你把字串加1的話 它會把它轉成內 然後再把它加1 加1出來的x就是變成double 它不再是字串 所以你在問它is char out2的只是0 代表x已經不是一個字串 因為你把它加1 它就會把它轉成double 然後再把它加1 好 那麼這邊講字串變數所佔掉的空間 是同長度double數值變數的四分之一 這個我剛剛講 double會一個元素佔掉八個byte 但是字串只會佔掉兩個byte 所以它只有四分之一 那我們如何用一個變數來儲存多個字串 很多個字串你怎麼把它放在一起 各位想看它就是 你可以想像它就是 就是一個向量 你把向量堆在一起 就把它堆成一個矩陣就可以了 像在這裡 我這邊說departments等於EE 注意這邊兩個空格 CS兩個空格 還有ECOM 所以讓它保持都是四個元素 四個元素 四個元素 這時候你看 我用分套把它隔開 這就是第一列在這裡 第二列在這裡 第三列在這裡 那注意這邊兩個空格 兩個空格 所以整個來講它就是一個 三乘四的矩陣 只是矩陣裡面 這些都是用字串來表示 所以這是一個最簡單的方式 我可以用一個變數 事實上就是一個矩陣 來儲存多個字串 那每一列就是一個字串 一路把它並拍下去 那麼你剛剛如果覺得 剛剛那樣寫太麻煩 你看你要塞空格 所以另外一個寫法 就直接用char這個函數 你char把你的東西給它 EECS 這時候就不用留空格 放進去它自動就把你排整齊 那它會自動把你塞空格 但是你要把字串抽出來的時候呢 你記得要用一個函數 叫dblank 把空格拿掉 譬如說在這個範例 這裡 EECS ECON 然後把第一個橫列拿出來 第一個橫列拿出來 然後如果你不做 直接拿出來的話 它的長度會印出來等於4 因為有兩個空格在裡面 因為它要對齊 那如果說我先加上一個dblank 把blank拿掉以後 它出來的長度就變2 它就把後面兩個空格把你砍掉 當然同學 一定有同學問說 那我原來就有空格 我要保留空格那怎麼辦 那這時候就不能用這種方法 所以我們還會講 下面用什麼方法可以處理這樣的問題 所以它這邊再假設是說 字串裡面前後都是沒有空格 所以dblank的目標 目的就是把尾部的空白資源幫你拿掉 那另外一種我剛剛講過就是 如果說你字串裡面也要保留尾部的空格 不想把它拿掉 因為它本來就有空格 你不能逼我把它拿掉 那這時候你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儲存呢 這時候可以使用叫一直陣列 叫cell array 這個我們待會就會講到 好 字串的比較 尋找代換分解與結合 這個一般字串的運算 就這些東西而已 當然還有字串裡面還有包含所謂的 個Regular Expression 各位如果上個Web人就應該有學到 就叫做 Regular Expression中文叫什麼 翻成就是按照字以來翻叫正規表示法 但是說按照它意義來講叫通用表示法 這個我們會在後面如果有時間 我們也會再提到一遍 那這邊的所有通用表示法呢 就是對於字串處理就很方便 那不管你在unix 在windows 在maylab 在javascript 在c 在pearl 你們用法通通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套工具 好 我們來看看字串的比較 這個比較應該也蠻簡單的 一個字串叫today 另外一個叫tomorrow 第三個叫today 那字串的1和字串的1比較 當然是不一樣 但是這邊要特別注意的是 不相等回傳0 相等的話回傳1 這剛好和c層次相反 各位還記得吧 在c層次裡面呢 String Compare 相等回傳0 不相等回傳1 剛好跟matter頂倒 所以這是要特別要小心的地方 這個是我覺得很 這是讓人家很討厭的地方 我覺得當初設計程式語言的這些人 應該先開個會 就是先協調一下說 我的字串要什麼表示 字圓要用什麼表示 字串相等 字圓相等各要回傳什麼值 但很不幸的這些人沒辦法達成共識 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 現在就變成這個樣子 那字上的比較和尋找 String StringComp 各位應該看出來 Comp就是 compare的意思嘛 抱歉這個應該小寫才對 這個它 PowerPoint有時候製作聰明 就自動把它變成大寫 StringComp i I表是ignoreCase 就是把它的Case 不管大寫小寫都看成一樣 所以就不分大小寫 那StringNComp 就是比較自串的前N個字圓 這跟C裡面也有這個東西 那StringComp StringNComp 也可以用在自串的意值真點 這個後面會講到 那我們可以用FindString 尋找說在一個很長的自串裡面 曾經出現哪個比較短的自串 那StringReplace是代換的意思 這些我想你只要打help 比如說你打helpStringReplace 就可以看到很多範例 那麼自串的分解叫StringToken 就把一個自串一個一個把它拆開來 你看在這裡真正一個自串 叫所有的department 這字抱歉這字有點小 EECS Econ State Mechanics 然後你 你用一個command叫StringToken 把它送進去 然後它就可以一次幫你拆解開來 拆解出來的東西叫chart remainder就是剩下來的東西 那把chart的東西一入把它接進來 你就得到EECS Econ State Me這些東西 所以對於自串來講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把它的一個一個Token 所謂一個一個Token 就是譬如說一個Word 就叫做一個Token 那這也是以空格格開來 然後就可以把它一個一個拆開來 再過來是講到 這是舊版的MateLab才發生的問題 所以這裡不會發生 以前在讀大無碼的時候 那時候還比較笨 那時候讀進來之後 它真的把你拆開來 一個中文字 它就把你拆開來兩個Byte 但現在MateLab已經比較聰明了 讀進來就全部 該是中文就把它合在一起 所以這個範例 這個現在已經不通了 在7.2版以後已經全部改成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 但以前如果會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要讀進來之後 每一次讀進來之後 你要經過一個Command 叫Native to Unicode 幫你轉成Unicode 但這個在7.2版已經 全部沒有這個問題 我不曉得我們電腦教室用的是 第幾版的MateLab 7.7 7.7 7.7版之後 但這是7.2之後 才解決這個問題 是7.2還是更早 7.7之後 之後 所以應該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各位現在在 用MateLab處理中文 就直接讀進來就可以 就不用擔心它會幫你 拆成兩個Byte的這個問題 那還有各式各樣的轉換 對於字串各式各樣的轉換 我想這邊 各位以前都講過 哇 沒電 Integer to String 把數字 整數轉成字串 數字轉成字串 Decimal to Hex 10進位到 Hex 16進位的轉換 Binary to Decimal 就是2進位到10進位的轉換 這些轉換都有現成的指令可以做 所以各位 不需要去寫自己的函數 來做這些事情 那麼你也可以轉成字串 再變回原先的矩陣 這個範例呢其實 就是你看 給我一個A1矩陣 你可以Matrix to String 轉成B 這時候B是一個字串喔 字串好像是這個樣子喔 這是一個字串喔 不要看錯了 這不是一個矩陣喔 字串呢 再送進Eval 又變回A2 就是A和A2 是一模一樣 因為它又幫你轉回矩陣去的 那為什麼我需要 Matte to String 轉成字串呢 因為有時候你要 顯示一個矩陣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把 這樣的字串呢 直接把它print出來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清楚 比較乾淨一點 不然你直接display 這個A的Matrix 它會秀出一個大大的矩陣 那這裡它是把你已經 有沒有 這是第一列 這是第二列第三列 它可以把你排開來 這樣會比較美觀一點 所以這個字串和正列的 就是矩陣和字串的互相的轉換 那麼你要把字串印出來呢 你可以把它把你的數值呢 印成字串 那這跟 這跟C裡面一模一樣 我就是把所有東西 把它print到一個字串裡面去 譬如說你看我print string是圓周率 圓周率是多少 所以就得出來 圓周率是3.14159 它整個把你印成一個new string 這是一個字串 那new string顯示出來 就是這樣一個內容 所以你可以把所有東西 先寫到一個字串 再把字串 display出來 你可以把字串顯示在 你畫的圖的title上面 或是畫圖的x軸 y軸上面 通通可以 所以你必須要先用 string sprintf把它展成一個字串 然後就可以做各式各樣的事情 那你可以scan 有沒有scanf 也可以string scanf 把一個字串把它scan 讀進來 譬如說我這個string的2 4.75.2 你可以把它 經由string scanf 直接讀到matrix 那這樣結果就出來 所以這個跟C都很接近 你能夠把它寫出去 也能夠把它讀進來 好 我們 所以這張就結束了 所以我說 我剛剛講說 可以講四五張 沒有騙你們 因為很短 就是 少一遍 你就大概字串 能夠做什麼事情 好 這一張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關於字串和字圓的處理 其實裡面有一些小函數 那這些小函數其實 其實我也沒辦法去仔細一個一個把它講得很清楚 你這樣能夠打help 比如說help string replace 那你就可以找到它的用法 所以這邊細節我就不再仔細講 出家那邊有沒有排名過的分數 沒有 在我電腦上 在你電腦上 要放到26 放這個給我好了 是什麼檔案 Excel 好 我給同學看一下 看一下現在的 因為我知道有還有 應該還有蠻多同學還沒有教的 但是先跑出來一個結果 讓各位看一下別人跑到哪裡 你還在後面的趕快追上去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多維正列 好 我們現在看一下 哪一個答案 我再上件 我再上件 好 排名排序出來 各位看得到嗎 第一名是跑到118分了 第二名115 112 110 一路下去 看後面 所以零分的應該是都還沒有教的 所以沒教還有一半以上 你們有沒有弄錯 有沒有你已經教了 但上面沒有你的分數了 出家好幾個同學說他們已經教了沒分數了 你們有照格式丟過來嗎 你們有照格式丟過來嗎 因為我們可能是直接去 繼續用程式去爬 爬四教角裡面的檔案 所以有可能會有教但是沒分數 這邊特別要注意一下 這邊全部都是自動化 助教不會幫你看你哪裡錯掉 所以你上傳 助教就把繩子抓回來就跑 跑出來 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有任何錯誤 待會下課 來跟助教check一下 你要檢查一下看你到底上傳的東西 到底對不對 83位 我這個檔案待會下課的時候留在這裡 各位可以上來看一下 我先跳回到我們要上的東西 好 我們來看看多維陣列 多維陣列 在之前上課呢 也大概都有提到一些 那現在只是在把它講得更明確一點 在Metal資料型態裡面呢 我們一維的陣列稱為向量 向量各位從哪時候開始學 高中就有學到了 對不對 向量 那向量把它堆起來呢 一列一列向上堆起來呢 就稱為矩陣 或是每一個直行看的一個向量 把它排起來也叫做一個矩陣 那它維度如果超過一的陣列 我們通常視為叫做多維的陣列 叫Multidimensional Arrays 通常一維簡稱叫向量 二維叫矩陣 三維我們都叫陣列 但陣列也當然包含向量和矩陣 都是它的特例 那麼二維陣列又稱為矩陣 具有兩個維度 這個應該很清楚 有橫列在上面 有直行在上面 譬如說這個元素就第二橫列第三直行 所以它的indexing叫23 那如果再往上推呢就會變出 你可以想像這個是一片 可以想像是一片或是一頁 那如果更多呢 我先看這裡 我們這邊通常看的是 這邊橫列呢是從這裡增加 往這裡增加 直行是往這裡增加 那如果你要對應到我們一般的 XY的座標呢 一種方式呢 就把它顛倒過來看 就這個樣子 把這邊看成是 X 有沒有我們講 講矩陣的時候是 R1在從這裡跑 J1從這裡跑 那如果你要跟直角座標對起來的話 你看這邊是X座標 這邊是Y座標 這是一種 一種Mapping的方式 好 那如果碰到三維的陣列 你要疊在一起的話 就是硬把它疊上去就可以了 就是上面這邊有一頁 下面又有一頁 就把它疊起來 那你就可以利用 第幾頁來跟它講說 我要抓的是 元素是在哪裡 那三維座標當然是對應是XYZ 我們來看 看這個範例 這個各位就要小心 就是要稍微想一下 不然有時候會弄錯 比如三乘四乘二 現在有兩頁 上面是第一頁 下面是第二頁 那第一頁或第二頁就看最後這個 最後這個元素 這個元素指到哪裡 如果它指1的話 就表示 這整片 有沒有這邊冒號冒號指的 就是全部 全部的Row 全部的Column 然後抓第一頁 就抓到這個東西 那麼第二頁呢 就是全部的Row 全部的Column 然後抓的是第二頁 第二頁就放到下面 所以對於這個元素來講 你就是3 1 3 這邊第三個的橫列 第一個直行 然後第一頁 這個1是指的第一頁 那在這裡呢 就是242 第二橫列在這裡 第四直行 然後第二頁 放到下面去 所以這個 對於這個Indexing 各位一定要清楚 好 這是三維你可以想像是 這樣把它疊起來 好像是什麼 好像一本課本一樣 課本就一頁頁把它疊起來 但是四維呢 四維就是有很多本課本 指很多本課本在這裡 四維就是你可以想像就是 第一本課本 第二本課本 第三本課本 第四本課本 第五本課本等等 譬如說 這邊我們是用箱來表示 每一個箱裡面好幾片 譬如說一個2乘2乘3成5的四維矩陣 可以看成是2乘2乘3 這樣的單位總共有五個 1 2 3 4 5 把它拍起來 那第一箱呢 就是尾巴是1 第二箱 第三箱 第四箱 第五箱 那你可以依此類推 這是箱 或是這是一本書 這是五本書 那五本書又可以堆起來 又可以堆出更多的東西出來 所以不管你幾圍的之內 一路堆上去 你總是可以想出一個類比出來 所以我們在MateLab裡面呢 不管是四維、五維、六維 只要你有辦法創造出來 它都會允許你創造 所以就可以造出一個 比較複雜的資料結構 好 多維陣列的建立 建立很簡單 你就是把它asign給它就可以了 譬如說我先講說 A等於這個樣子 S1025 4187 3263 你看這是一片 平常的矩陣 這樣一片 但我要把第二片插進去呢 我就把 直接寫 所有的rho 所有的column 我要插到第二頁 第二頁值就是這樣 這樣一插進去你會發覺 這就是第一片 第一片是1025 4187 3263 下面就變成第二片 第二片就是3541 在這裡 2621 在這裡 4230 在這裡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一片一片 一路插進去 就可以產生多維的正列 那如果你給它一個值 但是沒有指定其他值呢 它會把其他的部分全部塞成0 譬如說講 第一片在這裡 第二片在這裡 第一片就是第一個矩陣 第二個矩陣 那到了第三個矩陣呢 我只asign一個值 我的第二橫列第一直行 第三片要等於5 所以到了第三片 只有這個地方等於5 第二橫列在這裡 第一直行 這個等於5 其他沒有被塞到 它就自然全部塞0 所以這個也是很直覺的做法 只要你沒有設定的 你多了一個維度 那其他部分它就自動幫你塞0 塞進去就可以了 那麼所謂的存量展開 就是你可以設定一個存量 直接給多維正列的一列 這個舉個簡單的範例 我可以把 你看 這跟上面的範例 是接著上面的範例 第一片和第三片都有了 我第二片直接等於7 那就是它會整片幫你設成7 這個叫存量展開 因為它知道說 這是一個 有沒有冒號冒號 所以這是一整個矩陣 一整個矩陣要等於7 就把每一個元素直接設定成7 那麼你可以把並排 把一些矩陣把它並排起來 並排用的指針叫cat 那你可以設定並排的時候 所用的維度 dimension 我們直接看幾個範例 可能會比較清楚 第一個範例 a等於1234 在這裡 1234 b等於1001 在這裡 1001 我cat就是把它接起來 接起來用的維度是1 表示1這個維度會被改變 本來1在這裡 本來有兩個 兩個橫列 這邊有兩個橫列 一旦接起來變成四個橫列 這是被改變的維度是1 所以這個要注意 那如果你用cat是2的話呢 根據第二圍來cat 來把它並排的話 那當然很簡單 第二圍就是指它的 這邊的維度 rho dimension本來是2 本來是2 然後你根據第二圍來改變 就把它接起來 rho dimension直接變成4 所以這只是 整個把它並排而已 但cat還有其他功能 我們後面也會再看到 好 你也可以根據 第三圍把它疊起來 第一圍就是上下並排 第二圍是左右並排 第三圍呢 就一片一片把它並排起來 所以在這裡是一樣 a1234 b1001 你根據第三圍把它並排起來 那這個就變成第一片 下面這個就變成第二片 所以變成兩片 把它並排起來 所以第三圍是被改變的維度 那你可以把它從 根據第四圍把它並排起來 第五圍啊 但是矩正原來就只有兩個維度啊 我可以根據第100圍把它並排起來嗎 也可以 它中間全部塞空的給你 那一樣可以幫你並排起來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想像一下 這邊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個範例呢 是說我根據第四圍把它並排起來 我有第一圍第二圍 那第三圍還沒有給 我就利用第四圍把它並排起來 那第三圍呢 就永遠都是1 可以 所以在這裡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它會自動補齊 那麼亂數矩陣這個以前也講過 就是 比如說Randn 是可以產生 uniform distribution 在0和1中間的亂數 那產生 比如說Rand235 就產生2乘3乘5的一個亂數矩陣 這個也很直覺 那其他呢你可以用 summation max min minimum 或min average等等 這些也都可以用在多為陣列 但你要用的時候你要指定說 我到底要用在哪一個維度 譬如說以summation來講 a是這個樣子 是一片 a是一個向量 b也是一個向量 抱歉講錯 a是一個矩陣 b也是一個矩陣 那我根據第三圍把它串起來 所以a變成第一片 b變成第二片 好 那我要根據第一個維度來相加 有沒有summ 這是根據第一個維度來相加 那它會做什麼事呢 它事實上應該是 畫個圖可能比較清楚一點 a ab a是第一個 所以b在下面 類似這個樣子 上面這個是a 下面這個是b 然後你把它做summation加下來的話 它會直接往下面加 往第一個維度加 所以往這邊加下來 這邊加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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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也是一樣往下面加 所以最後得到的一個矩陣呢 就是 它的rho dimension 就只剩下1而已 所以你看加下來 就變成第一片相加 有沒有 1加222加33 整個加下來變6666 那這邊是把它加下來 變成2345 然後size呢 它的size變多少呢 變1乘4乘2 有沒有 1的話就表示說 它只剩下 它的rho dimension 有沒有 加下來只剩下1而已 只剩下一個rho而已 所以這邊size是1 然後4指的是 它的column dimension是4 這邊還是4 然後它有幾片呢 有兩片維持還有兩片在上面 所以這邊應該看得出來吧 就把這個1就表示把這個根據 把根據rho的維度 把它整個往下加下來 最後得到的dimension 就是1乘4乘2 當然Malek預設裡面 如果不給1 如果1不給 我直接寫sumz 它就假設是1 一樣做相加的動作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現在就可以問你啊 譬如說我這邊改成2 請問這個答案變多少 各位回去想一想 這邊改成3 這個答案變多少 回去想一想 考試會考 就是讓你觀念 只是讓你觀念變比較清楚一點而已 這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但是你要知道說 喔 根據第一個維度相加 它是什麼意思 根據第二個維度相加 它有什麼意思 根據第三個維度相加 它又是什麼意思 所以出來的結果 它的維度通通會不一樣 來 這邊同學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邊就是解釋 這個解釋我就不講了 各位可以 就剛剛都講過了 那如果對第二個維度相加 這是根據對第二個維度相加的結果 第二個維度相加的結果 它的dimension變成312 像你只要你根據第一個維度相加 這邊就會變1 根據第二個維度相加這邊變1 根據第三個維度相加這邊就會變1 所以這樣的話 應該是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麼如果你要直接sum的累加呢 如果相加維度只有單1維度的話 它就會直接加到下一個維度 這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維度是1的話 它原先sum它只是對第一個維度來做 那如果第一個維度是1的話 它只會直接加到下一個維度 譬如說我說 x等於1 2 3 prime 我覺得1 2 3是一個航向量 那sum x x就會等於多少呢 就會等於1加2加3整個加起來 就會等於6 但是呢 這是x等於1 2 3 1 2 3的情況下 那如果是這樣呢 1 2 3 你sum x 如果x等於這個樣子呢 它會怎麼做 理論上呢 它直接是 你看我直接對這個維度嘛 加下來加下來加下來 所以應該等於1 2 3 但不對 它覺得說 這邊只有單1的維度 這邊維度只有一個 並不是有兩個rho 而是有一個rho 所以它會對下一個維度直接相加 所以這個sum x 也會直接得到6 所以這個是比較要小心的地方 但這個東西呢 就是各位知道就可以了 這個是比較細節的問題 那如果說你要對一個正列呢 求總和整個加起來 你可以你就可以這樣寫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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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下去 把它加起來 但是這是一個比較笨的作法 因為你也不知道z有幾維啊 你就一直加下去啊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笨 最簡單的作法就是把它 有沒有冒號給人家2點 把它拉成一長條 然後整個把它加起來 就得到不管是幾維喔 三維 N維都可以 就得到這個N維正列的總和 這邊就是在說明前面的範例 那麼與跟這個sum類似的指令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很多喔 還有max min 這個min 求平均的min median 求中位數 mode 求重數 std 求standard deviation 標準差 difference 求它的差 相差多少 sort sort 這些呢 都是常常用到的指令 所以它用好跟sum差不多 但是也還有一些細微的差異 但各位去用就會知道差異在哪裡 一樣你打help 譬如說help max 他就幫你把所有的線上資源秀出來給你看 好 有關於這個sum這個comment 有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張也結束掉了 所以是不是很快就結束掉了 因為概念上就是還蠻簡單的 那我們接著往下看 我每次都開開的window 然後在那邊一直切換 這個我一直在想說到底怎麼改進 各位也常常在用電腦 怎麼改進電腦使用的效率 我常常在想說我能不能看到那個檔案 那個檔案就打開來了 因為常常就是用看的最快 但是看到之後你滑鼠它一過去 用滑鼠去點還是按鍵盤 通通就已經太慢了 眼睛是最快的 所以看到我要開這個 它就打開來了 關掉我要開這個 它就打開來了 但目前好像還做不到 據說有所謂的什麼眼凍儀 你戴上去 然後眼睛看到哪裡 滑鼠就會指到哪裡 但這個東西我還沒有試用過 不知道好不好用 其實各位知道 每一個人寫程式的習慣不一樣 像我寫程式呢 我希望把它寫的行數越短越好 我能寫到30行我就絕對不寫50行 能寫到3行我就絕對不寫10行 那為什麼呢 因為程式碼一長 你會發覺你花很多時間在上下 拉那個score bar 拉來拉去 上面看一看 跳到下面 很花時間 所以我希望一次就全部看到 一次全部看到我就 完全不用拉上拉下 所以我在我的辦公室就有一個大螢幕 我把它調到1920x1080 28吋的大螢幕 所以我用那個東西來寫程式碼最高 你放上去哇全部都看到 眼睛一掃下去全部都有 但是每一個人寫程式不習慣 有的人習慣就是說 for loop 譬如說for loop加大括號在c裡面 大括號那個又開始 左邊大括號又把它跳到下面去了 那個我看了就很討厭 我就希望把它連上去 越窄越好嘛 那有人希望 程式碼又控好多控格 控一堆 然後我就很討厭就把它刪掉 所以不過這是我的習慣 看你們個人習慣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在用電腦到底花最多時間在哪裡 那就我的感覺 我花最多時間就是在找我的檔案 每次我知道在那個位置 但是我心裡想到了 跟我手沒辦法配合 我手就一直點一直點 從那邊 一路很深的目的一直走下去 那就是很討厭的地方 所以其實更進一步 其實就用腦袋想 我想到就在那個地方 它就幫我跳出來了 但是這個是我的理想 到現在還沒辦法達到 好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同時我把這個檔案留在這裡 但是 這個檔案是昨天半夜跑的 好 有新的是 這個之後來就可能就沒有進去 這個之後來就沒有進去 那些沒有成績的是不是因為今天早上 或是剛剛才傳的 對 那 那沒有成績的 這是昨天半夜的 半夜 半夜 大概十二點多吧 這跑一次要多久 有沒有辦法現在再重跑一次 好 我們現在請助教再重跑一次 待會結果就會出來 好 這次我們開始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好